贤弟啊 四十多年了 白手相聚 不容易哦 来来来 贤弟 弟妹 这杯酒 是老姐我敬你们的 一定要干了 好 哎呀 不要这么拘谨嘛 弟妹呢 我们是初次见面 贤弟呢 那可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哎呀他最是能说会道是活不好动 哎呀你看看 谁让我没赶上参加你们的婚礼呢 谁说你们是老夫老妻了 今天呢也要当着我老姐的面 要喝一杯 焦杯酒 还要喝焦杯酒 我说这个 焦杯酒得满满满满满 我给您细上动 你敢跟我老婆当着我的面喝焦杯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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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跟我愿意拿工作需要吗 不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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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在在 你到我的房里去 把那个相机给我拿来 我要给先生和太太呀 亲亲热热的喝个饮 将来带回美国去 我也好留个纪念吧 还有亲亲热热 老姐呀 今天的酒有了 再喝怕要失礼了 不不不 不容改日吧 那我给老姐布个饭 行行行 哎呀那 嫌疑 咱们两个怎么也得干一杯吧 来来来 老师奶奶 我别她不能喝 她平时不能喝这么多 我妈不浪 是平时她 你妈平时 你妈不是上海南岛了吗 那去 是少奶奶平时来信老叔 先生心脏不好 不让多喝酒 那也 也罢也罢 那看来 只好我自己一个人喝了 这个一个人喝闷酒啊 没意思 那我陪您喝两口吧 闻了半天了 我也挺能喝的 我陪您喝 姑奶奶还有安呢 大胆都给我推一下 推一下 我先来后道 姑太太 您恕学范管束下人不严 学范不才 学范来陪您 姑兄弟啊 今天可是咱们全家人团聚 这胡管家坐在这里恐怕不大合适吧 不合适不合适 姑太太让您起来 只好起来喽 这没有让您起来啊 这是您做的地儿嘛 不让我喝也也不能喝 好 幸灾乐祸 姑太太啊 您一个人喝酒挺闷的话 我们这河妈说了 她能给您唱点儿 开心小曲儿 最喜欢的 哎呀真的 你可是不知道姑奶奶喜欢不喜欢 哎呀 为什么不呢 哎呀 贤弟啊 你这些个佣人可真是了不起啊 那真是文武双全啊 是 你看 又有西洋唱法 又有民族小调儿 好好好 随便唱个什么吧 我这高级知识分子刚才唱了一段呢 你呀 别废话 上吧 来来来来 那我就给姑太太献上一曲 千里道光养愁恨 满胸膛 我看这个电视里面说的哪一家也不如你家里的条件好啊 哎呀你看看你有这么大的房子还有这么多的佣人啊简直是想不到哦 我也没想到 我是说啊 我这就是一般的水平 比小康的标准还差的远着呢 现在生活水平啊普遍都提高了 比我好的过着呢 真的 还要比你过的好的 那当然了 我这算什么呀 老年丧偶 三代 三代同堂 退居二线 我所示 我是说 我们单位的 一个姓胡的老家伙 哈哈哈 就是这样 人家还是从美国回来了啊 那真是全权抱过心 阴阴痴子情啊 依我看啊 那是在美国混不下去了 美国呀 那是笨人的地狱 谁说我笨 他是笨他是笨 听说现在跟我一样也给人家当管家呢 我说贤弟啊 我说你这个管家的话是不是多了些啊 听见没有胡雪范 我早就教导过你 该说的说 不该说的不要乱插嘴 挺大的岁数了 啊 怎么都分不出个没眼高低嘛 退下 哎呀贤弟啊 你这个管家叫什么名字 胡雪范 哎呦 一个管家 还胡雪什么范嘛 哎呦 吐不吐羊不羊的 哎 我来给他改个名字怎么样 好 那就随您叫这方便了 嗯 我看他嘛粗 粗壮壮的 干脆就叫胡大壮吧 好 大壮 还不快谢谢胡太太 哎呦 瞧瞧瞧瞧 这名字起的多好听啊 是那谢谢胡太太 哎呦 你你叫什么名字 是治国 对 哎呦谁给你起的这个名字 我爸爸呗 哎呦你爸爸 一天就没什么文货 哎呦 干脆 我给你改一个 就叫 大力吧 哎呦你看他多结实多有劲啊 齐得好齐得好 给他爸爸强做了 哎呦干脆 你们两个一块我全给改了 什么和平啊小贵不三不四的 大的叫春兰 小的叫秋菊 哎呦 那要是大力和春兰要有个女儿 那应该叫什么呀 啊 你还得预备点果汁 嗯 这个美国人吃早点还得喝个果汁 快去吧快去 钟 哎 哎 我是不是起碗呢 哎 我说就跟这边忍一宿算了 你非拉我回家 一个女人夜里不回家才这边忍一宿 是吧 什么花呢 快去吧 就假装你刚从老妇屋里出来啊 去吧 你 我在这儿呢跟你预备上早茶 哎 咱们老夫老妻明媚正确 怎么闹得跟第三者似的 谁啊你 你非要做别人的老婆吗你 你 那不是你同意的吗 我什么时候同意的 我雅阁都没同过意 特别昨天啊 你们俩你跟那个老妇 那还亲亲热热烈烈烈烈烈烈 你是不是再弄假成真了你 你还真吃醋啊 我那不过是逢场作戏好玩罢了 弟妹 胡管家也在这儿呢 是 姑太太早 太太这儿正跟我布置早餐呢 不知道您吃鸡蛋 是喜欢吃嫩的 还是喜欢吃老的 是两面煎的 是一面煎的 随便吧 胡管家 我看您耳朵是不是不太好啊 要不然刚才我弟妹 跟你说事情的时候 你干嘛离得那么近呢 没错 没错 到底是姑太太 一看一个准 那行 二位您今天在这儿歇着 我去把他们叫起来 都什么时候了 还不起来 那我也去看看 弟妹 弟妹 来来来来 老姐姐有句话 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老姐姐请说 你坐 弟妹啊 其实我刚才什么也没看见 我是想说啊 咱们做女人的 第一要考虑的 是要对得起自己的先生 其次嘛 才能考虑别的 老姐姐说的对呀 我就是光考虑别的了 我对不起我先生 我刚才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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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你 对吧 对不起 好 中文字幕提供